你见过这样的吃肉方式吗? 一大块生海豹肉被阴纽特人你一口我一口地吃起来 在我们看来恶心的动作 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方式 可这样吃就不会生病了 除了生吃 阴纽特人还会将海豹肉制作成传统美食 腌海豹 那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制作腌海豹的吗? 本期视频 我们将继续走近阴纽特人 一起去看看阴纽特人怎么处理捕猎回来的海豹 也一起去看看阴纽特人是怎么储存吃不完的海豹的 随着几天的风餐露宿 猎人们终于在冰面上捕猎到海豹 现在就要带着打猎到的海豹赶回营地 有了这些海豹 接下来的一个时间 全族人都会风衣足食 见猎人们都带着海豹回到营地 女人们早早站在帐篷外等待 看着这次收获不错 女人们心里悬着的心也放下了 她们也不再为每顿饭不敢多吃一点肉而担心了 赶紧迎上去帮忙 调皮的小肝躲在妈妈背后 偷偷看着远处的爸爸 想第一时间去迎接爸爸 但又感到害羞 这好像我们小时候爸爸每年打工回家的样子 眼前的小男孩更引人注意 手里拿着刀填起来 好像随时准备开饭 这也太着急了吧 真怕一不小心把自己的舌头割了 体力跟不上的阿甘 喊来催花来帮忙 这头海豹实在太重了 凭借阿甘一人的力竞 无法将它搬到营地 这一次真的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阿甘将自己手上的海豹放好后 也赶紧回来帮大家搬运海豹 最后的海豹更大 需要更多人一起才可以搬得到 搬得到 搬得到 这边就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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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边就搬得到 头一次见阿甘他们带回这么多海豹 小甘也若有所思 可能在想着自己什么时候 也可以给族人带回海豹 受到大家的欢迎 猎人们忙碌了几天 终于可以休息一下 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而此时的女人们就想着给猎人们做一顿好吃的来补补 淑芬见表弟口口 从水洼里打了一些血水 本身可以直接给表弟喝了结果 但淑芬也想着给他烧开喝 这样可以给他暖暖胃 真是个好媳妇 而翠花也将帐篷内的石锅都拿了出来 好久都没煮东西 灰都垫了一层 赶紧用真皮抹布将石锅上的灰磨掉 然后从书芬那儿借来火种 准备生火炖肉 小甘也懂事地给妈妈抵赖柴火 此时的营地里到处都是热闹喜悦的气氛 他们只要有吃的 所有人都在一起 没有烦恼 开开心心 一段时间后 营地里的每个帐篷里都升起了火 到处飘散着炖海豹肉的香味 就像我们小时候村里杀猪 一个村子都会飘散着肉香 几天都不会散去 那是多么快乐幸福的时刻呀 可能是肉实在太香了 小翠的孩子饿得又开始哭闹起来 裤子也被尿湿了 小翠不得不给孩子重新换一张尿不湿 而这个尿不湿就是用海豹皮制作而成 就问你奢不奢侈 由于石锅的导热性太差 长时间的炖煮也没让海豹肉变熟 早已饿得发慌的猎人们只好席地儿做 他们要先吃点生海豹肉垫肚子 阿壮从海豹身上割下一大块肉 然后递给表弟 表弟拿刀熟练地割下一块吃了起来 接着继续递给自己的大儿子 因纽特人吃东西就是这样的习俗 不管什么东西 都是这样你一口我一口地吃 在零下几十度的北极里 只有团结才能让因纽特人的生存几率变得更大 正当猎人们正享受生海豹肉时 女人们也把海豹肉炖熟了 给帐篷内的老人送去一些后 大家也一起吃了起来 之前吃肉总是担心肉不够 这次这么多肉 终于可以好好吃一顿了 女人们拿着各家的工具 开心地吃起来 他们一边吃着肉 一边讨论着家常立断 大家都尽情享受着食物带来的一顿 见爸爸都在吃生肉 小肝也好奇地走到爸爸身边 想着要一块吃吃 阿肝也很爽快地为了他一口 味道不错 吃了一块还想来一块 吃过了饭 女人们就需要把海豹处理后 密封储存起来制作烟海豹 这是他们流传下来的传统美食 因纽特人依靠着这种食物 可以在猎物短缺的冬季存活下来 烟海豹肉可谓是他们一股丝甜的精神食粮 女人们把处理出来的海豹肉切割好后塞进完整的海豹皮里 然后在里面放入一些海盐后 就把海豹皮完全密封起来 不留一次空气 同时里面的空气也要全部挤压出去 最后用绳子绑紧烟海豹 烟海豹就制作完成 当女人们在处理海豹的时候 男人们也要在营地附近搭建烟海豹的池子 这个池子与储存三文鱼的池子不错 需要更加坚固密封 海豹肉更受其他动物的喜欢 他们必须将海豹肉隐藏得更好 他们把更大更重的石头放在一起 搭建出一个小池子 而底部就放上一些小碎石 通过几人的合作 一个能储存海豹的池子就制作完成 接下来就需要他们将女人们制作好的烟海豹 抬到池子中 大量的脂肪放入海豹皮中 让几个猎人抬着有些吃力 但想这里面都是食物 力气也就有了 放入海豹前 简单检查下池子周边是否有不平整的小石子 只有池子内部平整后 才可以把海豹放进去 孩子们在这时也不忘在海豹皮上找点肉吃 这可是很美味的零食 见孩子们都把表面的肉吃完了 阿甘他们也要在海豹上盖上一些碎石 然后再掩盖一层泥土 明年冬季到这就可以取到新鲜的烟海豹了 一旦吃上以后 就能提供充足的热量 还能帮助阴纽特人抵御沿海 收拾好海豹后 阿甘也坐在帐篷前休息 拿着海鸥皮擦着手 还不忘问问小甘这段时间在家的表现 是否调皮 是否听妈妈的话 翠花也仔细地向她说这一切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大家想继续了解阴纽特人的生活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